哈喽大家好我是苏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自己非常非常忙 就一直找不到时间来录视频 今天这视频的主题就是 双11的开箱视频 然后呢 有一部分产品我是已经 忍不住打开了 因为他们已经到我家快20天了吧 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始吧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 什么 确实想不起它名字了 巴黎尤莱雅的这个卸妆水 这次呢 我就是买了两瓶 最大毫升的 它还会送八小瓶 这种95毫升的 比较方便携带的卸妆水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超级划算 算起来一共才199块钱 还抱有 这个活动力度很值 我一直是觉得这个卸妆水好用 而且便宜嘛 所以这次就囤了那么多 好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优衣裤 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优衣裤的狂热饭了 对因为它的那个活动力度我觉得也还行吧 我这次买了四样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这个 这个轻薄的羽绒服是这样的 它平时的话是卖的399 然后打折下来是299块钱 这个衣服我不是拿来外穿的 我一般就是套在里边 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穿搭视频 我真的觉得惊了 还可以这样穿 他们把这个轻薄的羽绒服穿在了那个 保暖内衣的外面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毛衣 或者是套一个这种宽松的卫衣 整个就真的是 感觉特别特别的保暖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的 然后我自己到冬天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穿嘛 我买的是小号的那个黑色的 估计这个冬天已经都离不开它了 还买了一个这个围巾 对 它的原价是99块钱 我买成69块钱 买的是一个深灰色 这个围巾我自己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就是简单的那种 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围巾 对我自己平时戴的话就是这样子戴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 而且比较就是保暖嘛 下一个是 我还没有拆的那个 这是我每年都会买的一个保暖内衣 今天买的是这种深灰色的 买的是八分袖的 因为我觉得八分袖的话 它穿在身上嘛 它这个地方就不会说露出来之类的 我就觉得八分袖是比较合适的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这一件衬衣 一件白衬衣 然后这件我买的是一个小号的 它原价是卖149块钱 双十一 我刚看了一下是打的对折72块钱 而且说实话 我自己喜欢的衬衣的材质 就是这种滑滑的这种料子 对它就是这样子 有个口袋 然后这就是我买的这个衬衣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那个书包 北京湖的书包 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好看 我已经连续背了两个多星期了 它的颜色真的我觉得好好看 黑蓝色的这种感觉 它到时候真的超级超级惊喜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百搭嘛 北京湖它已经火了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才get到它好看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平时上班的时候 真的要背太多东西了 所以这个包我也是9月份就一直等到11月份 然后去下售买的 如果你们要买书包的话 强烈推荐是墨黑 对 然后买的不是那个迷你款的 买的是那种常规尺寸的 然后 我觉得这个尺寸就已经上班 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 那这个包就说到这个地方啦 然后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拆了一条裤子 我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太平鸟的裤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裤型非常非常适合我 这次买的是这条裤子 这条深灰色的 我买的价格是100多块钱 这个裤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主要是觉得它 首先是这种紧身的 配那种马丁衰准的特别好看 其次就是我喜欢它这个地方 这个裤脚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挺挺好玩的 它是这种九分裤的感觉嘛 然后下面又是这种不规则的 就显得你的腿特别特别细 但是这条裤子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稍微有点薄 可能不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穿了 我觉得春夏穿这个裤子 我觉得温度就稍微要更加合适一点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一些文具 在翻B站偶然 就是看到一个推荐学习文具的一个博主呢 它推荐的本子 对 这个是这种翻格本 30多块钱送了我 我本来只买了三本嘛 然后它还送了我三本 这个本子跟无印良品的 比起它真的要便宜太多了 我觉得它真的可以作为 无印良品的那个完美的替代版 我买这个格子的 这个本子主要是为了写英语嘛 然后它还有其他那种横格呀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牌子是叫做品诺 对 然后我朋友也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他后来他自己也去买了 然后呢 这次我还是买了那个火锅底料 两种那个牌子 第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用婆的 我这次买了三代 然后我还没拆 这个牌子我去年有买过它的大包的 今年我买的是这个小袋的 适合两个三人份的 因为我平时和朋友两个人住嘛 可能这种小袋子就更适合两个人这种量 所以这次我就又买了三代 算起来好像才几块钱一包吧 所以我觉得还很划算 还买了这次海底捞的 也买了三代它的这个牛油味的果骨底料 它还有那个菌汤味 还有那个番茄味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这种太辣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它那个番茄味 因为我记平时去吃海底捞的话 我也会疯狂的喝它那个番茄汤 泡那个牛肉粒 真的超级超级好吃 这种小包装的就非常适合 平时出去旅游或者是去什么地方玩的时候 如果想吃火锅了就可以随身带一带这种小包装的 我自己是已经开过一代了 然后开的是海底捞的 我觉得它味道也很好吃 然后我朋友也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双十二呢应该是还会再去囤一些那个 海底捞这个火锅底料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开箱的这些东西都是 我自己还没有打开的 第一个给大家开箱的是 日本那个水乳牌子是英福沙的 对 那我这次买了它的水乳套装 包装的挺精致的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它那个流津水 对我之前种草很久了 我买的是那个R2的 R2的更适合我自己混干的肤质 小红书上面说是挺保湿的 然后6G平时皮肤特别干嘛 所以到时候用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果 到时候该跟大家来说一下 还送了一些那个小样 这是矫质清理液清洁面膜之类的 就是这样子的 感觉还不错 那我们再继续来拆下一个快递吧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亚克力的 我买的是比较小一点 对于我的化妆品就是足够了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我主要就是用来装我自己的 拿来收纳自己的一些化妆品 这个也是一个跟收纳有关的 那天翻看别人的那种双型清单吧 然后就发现很多小伙伴 都是在买这种生活类的这种东西 我也就跟风去买 跟风收纳带我买了一袋 它这是一个那个套装 有那个大号的中号的以及小号的 还有一个那种手泵就是拿来抽气的那种 买这个收纳带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 比如说自己出去的时候 赚一些厚点的羽绒服鸭 让它们不那么在位子吧 这个是我买的卫生巾 我买的是基督空间纯棉的 因为我自己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牌子嘛 然后纯棉的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所以一直就没有怎么换过 他还送了我两个这个超长的夜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小袋的五片妆的 就拆这个 应该是一个化妆水 一人水 我自己平时是拿来湿敷 而且我觉得这个一人水特别适合夏天用 真的非常的清爽 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每天都在敷这个一人水 然后真的是感觉皮肤要细腻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作用 反正这次我也囤了一瓶 而且它真的很大一瓶 可以用很久 下一个化妆我要拆这个Oysio的 真的是也是憋了好久好久 要忍住 因为要给大家拍开箱 这水衣我也是观察它很久了 因为我主要是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而且它厚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真的摸着特别特别舒服 只买了它的这个上衣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蝴蝶结 就还蛮好看的 是那种中长款的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牌子的睡衣 都很少女心 然后这次我买的是一个小号的 这次我买的是一种蝴蝶的 是一种蝴蝶的 它是一种蝴蝶的 是一种蝴蝶的 是一种蝴蝶的 我们下午的一种蝴蝶的